好,那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就是Laputo新式的那個VCT Pro 監店 那在介紹新款之前,大家要看一下舊款的部分 這是舊款 那它的體積基本上要舊款式比較大 那新式它有做了一些改良 在監店的部分呢,它這邊新式的它多增加了一個快板做 要是做什麼用的? 好,那我先講一下這一個監店 它主要是提供一些大型的攝影機 或者是那個電影機在使用 那方便於在讓你上間的時候 有一個很舒服的一個直升點 那再者就是它前端這邊 它會有配置兩支大概16公分的15mm的管子 好,讓你可以比如說可以加裝遮光斗 好,或者是追焦器之類的 好,那新式它有做了一些改良 就是原來舊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舊款這上面,它是直接鎖上我們的攝影機 所以它在拆卸方面它比較不方便 好,所以在新款的部分它就多增加了一個快做 好,那快做它這個板子底部還蠻大 因為它主要是就是支援大型的攝影機 或是電影機 好,所以它只能拿起來之後 它底板大概有16公分長 好,那配合就是我可以做一些調整 好,那再者就是它的側邊這裡 它多了一個 它可以適用於Lacudo的手把 好,就是延長手把 因為有時候我們上鍵之後 需要有一個補助的一個支撐性的架子 好,手把是另購 手把是另購 手把的部分是另購 因為它依照攝影機的不同 那有時候有可能 就是你需要手把有時候可能不需要 所以手把的部分它是才另購 好,它唯一有附的就是剛才我說的 它附兩個16公分的書面 再者就是在側邊這邊 它可以加裝 就是這部分也是另購的 就是它可以加裝這個滑塊 那主要是可以上 Fakuto這一個單邊的握架 因為我們在拍攝當中 我們有可能會上一些 那也有可能會手持 所以它這邊就是設計的 就是我可以上滑塊之後可以上它單邊的握架 那握架上方這邊 它可以再加裝 比如說其他的麥克風或是燈之類的 那它上方這邊採取也是滑塊的設計 所以那些滑塊的模組 它就是需要再另購 那再者就是它下方這邊的肩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原來舊款的肩墊 它是兩個小塊的肩墊 那因為它現在做了改良的設計 它現在把它做成一大塊 那上面這一個肩墊的部分 它應該算屬於是那種 機型的泡棉 所以它在你當有重物的時候 它其實是還蠻服貼你的肩膀的位置 那再來也還蠻舒適的 那在底下這邊它是採取V型的那個船版底座 所以我可以配合 比如說在腳架上面 我可以另購就是Lakuto的傳型快板的體座 那我可以做一個很快速的使用 可以做一個這樣扣上去 那因為大型的攝影機它的重量跟長度都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需要一個快速的一個傳型體座來使用 那這個部分是在另購的 那整個的體積上面它也縮小很多 所以基本上它這一款V型的 Pro的肩架 V型的那個舒適肩肩座 非常適合就是一些大型的攝影機跟電機來使用 那我今天的直播的新頻道是這裡 那下一位我們歡迎我們的新人Sindy 好 等一下 等我一下 東西太遠了 我們可以幫我拿一下黑面 各位同仁還有時候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早安 我是謝時的Sindy 然後我今天主要會跟大家介紹我們兩款新商品 那其中一項就是我們的 KINGSTONE的手機夾付LED登輯熱靴 那這邊我先給大家看這個 因為我拿了兩個半 那這一個的話它其實主要呢 我們可以單用手機做使用 那我這邊舉例是用iPhone5S 就好像是這樣子 那它這邊的話 因為這個沒有那個光 剛剛測試 好那這邊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這邊是它的熱靴座 那這邊呢可以提供大家說 不管你是要裝麥克風 還是說你在外接一個 我們這一種LED燈也都是可以的 如果說你今天拍照的時候 你是朝外的 然後你是想要做外部的這個補況的動作 那你這邊就是把它插上去 這樣子 如果光度不夠的話你可以再補亮 那這邊的話呢 它這邊呢是長按兩下才會開的 是這樣子 然後它主要有四節的調光 一二三四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它是漸漸的變亮 那我覺得對於女生自拍來說 有時候其實我們就是差這麼一點點的光 可能並不是想要說什麼極亮或者是極暗這種 所以對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用的 它四節的調光這個作用 那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也說如果你女生可能會要直播 然後我們又是一個很怕麻煩的生物 我們又不想要就是多帶一些東西 那你就可以搭配我們的桌上琴腳架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搭配我們這種自拍感 對因為它下面這邊提供我們的四分之一的裸孔 那基本上我們一般的桌上琴腳架都是可以通用的 對 那這邊也是要跟大家再提說就是 如果說你是iPhone7的話 它相對來說你那個空間是非常夠的 那它這邊雖然因為它價錢的話比較親民一點 對 然後這邊的話 它其實人家會覺得說你東西這麼便宜 那你是不是東西可能會有點粗糙你這個材質 那其實它這邊有做一個凹槽的設計 可以近拍一下 對 那其實它這邊是主要是可以防止你滑落 那側邊的話它其實寬度是很夠的 所以用於不同的手機 其實手機到現在都還沒有就是這麼快 所以一般來講 對我們現在智慧型手機來講 都是非常好用的 那它下面這邊也有防滑 止滑還有軟電的去保護你的殼 那我像我剛剛這個喔 你的手機 那我剛剛裝的殼我都沒有拆 它就已經可以裝上去了 所以市面上的4.7吋還有5.5吋來講 手機都是可以用 那這邊的話 再補充一下就是說 它這邊 大家會想說 那它的電池在哪裡 它是內置的鋰電池 所以說它這邊主要是用USB插孔去做充電的部分 那你們可能也會找不到 這個有點小 就在這邊 對 它是在這裡 坐在這邊的 然後這樣子的話 可是因為它是5V的電壓 所以說如果你們有時候可能想說 欸為什麼充不進去 那可能它是1A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它2A的話 它就可以充進去 所以不要說它是不是想說 是不是有可能壞掉還是什麼 這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這邊如果你想說充電到底充飽了沒 這邊也是有一個電源的那個充電的那個燈 只是在這邊你可以做參考使用這樣子 嗯 那補充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 其他 床保可以點多一小時 喔對 差點忘記 因為對於女生來說 像這個啊我覺得對女生來講是非常足夠的 就對於自拍來講 因為我們女生其實自拍一個小時是真的有可能 因為手都不會酸 然後就是在那邊拍一個小時 可是呢 就是這一個它 它的電力是持續使用是長達到3小時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很夠用的 對於女生來說 對 那直播的話其實我覺得應該就是 那是另當評論啦 看到大家會不會用到那麼久這樣 對 那可以邊充電邊用嗎 嗯可以可以 對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 你家裡就是找不到2A 我就是衝不進去 然後你又覺得我可以就是差著用的話 那也是最好 反正你就是一直用 用10個小時也不是問題這樣子 對 那你還有沒有什麼 其他需要幫大家做 好 那另外一個我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 Pingstone的那個40米前水燈 那這個我剛剛沒有先裝 是因為我想 讓大家手機的檯一下 那這個因為 相較於我們剛剛這個手機的LED浮光燈的話 他只有配件就是我這個燈的本體 還有我的那個USB的充電線 不過我們這一個的話 他會有比較多的配件 所以還有 這樣太大聲嗎 會 會 他後面就是收不到 那這邊的話 他會有 他會有 我們燈的本體 然後還有他這邊有一個 他裡面會有一個內建的電池 可拆式電池 還有一個 這個其實是 是我剛剛幫大家組裝起來的 不過怕大家在買的時候 搞不清楚自己配件該有什麼 所以這邊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他的快拆板 所以你應該會有這一個 還有長螺絲 還有我們USB的充電線 還有你燈的本體 還有你裡面的電池 總共會有五樣東西 對 那這邊的話 他其實這個東西 顧名思義 他就是專為我們的潛水愛好者 還有我們的極限運動者來做設計的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 大家會說 那這樣子水深可以多少 我相信我剛剛已經在講的時候 已經先有曝光他那個 到底水深是多少米 那他就是40米沒有錯 對 然後這邊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他這邊呢 是採用我們三顆的 高亮貼片LED燈 是做設計的 那我這邊開 我怕會不會太亮 這邊這樣子 他這邊不需要像我們剛剛那個 長按兩下 他其實按一下就開了 一下 這是全亮模式 那這個是半光 那第三下 他可能就是壞掉了 有沒有開玩笑的 這個呢 像我們剛剛 我昨天同意就有在測試 他這個就是 想說 欸 被閃的一懵一懵的 想說 欸是不是已經關機了 但他其實這第三下 是我們的 SOS 國際信號求救的一個閃光功能 對 那其實我就在想這個用途啊 因為可能對於我這種 不會潛水的人 如果第一次潛水我可能就會買這個 因為我怕會溺水 如果出了什麼事情 我快速按三下 那邊就是給他亮這樣 別人可能就會找到我的屍體這樣 可是呢 我是要 我要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你求救時間呢 只有一個小時 因為他的持續使用時間 就是一個小時 所以如果一個小時之後 都沒有人經過的話 你可能還是完蛋了 對 應該是先等有人經過才點亮到 可是你溺水啦 對 好 那這邊 我這邊是直接幫大家裝給大家看 那基本上他這個塔口啊 上面雖然說我們這個是給GoPro的 可是基本上像我們的SJ4000 或是其他的運動型相機的話 他應該都是可以做通用的 如果說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可以就是看要不要當場來試裝 或者是說看我們這邊有沒有什麼 其他小東西可以去幫你做轉接的動作 對 那這邊的話 另外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他裡面內部的東西 那這邊的話 他這邊是防水殼 那我這邊把它打開 這樣子 裡面就可以看到這個是可拆卸的電池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USB的插槽 那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說 他這邊其實是有一個指示燈 電池那個充電的指示燈 只是說因為他非常的小 所以大家可能不會去注意到 對 那因為這個也是我看說明書才注意到的東西 那這邊也要跟大家提醒說 這兩個東西的說明書 都是只有全音的 對然後都是有附在裡面 對然後都是有附在裡面 那到目前為止大家要知道什麼 問題想問 關於這個 好那我這邊再另外補充的就是 可能比較專業的人會想說 那你的色溫跟你的顏色性的方面是怎麼樣 這兩個啊主要 他們兩個是一樣的 他們的色溫都是5600 那他的這一個的顏色值官方的網站上面是說 高達95 對這邊給大家做參考 那另外就是說 像這種啊 我這邊有幫大家看就是說 能不能搭配我們其他GoPro的配件 其實應該都是可以的 其實應該都是可以的 那這個因為這個比較 比較不方便 我這樣直接拆在 就是給大家做展示 所以這邊先給大家看一下 像他這邊這個都是通用的嘛 所以你這個的話 就算裝了這個 也是不影響去使用這個 其他的像那種類似 運動型相機的一些配件 那我介紹大概就到這邊 那我介紹大概就到這邊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 希德 你東西給我擠還沒問題 大家好我是謝時的希德 我上一次講解的時候很緊張 所以很快就結束了 這次我會試著就是把它講得再更詳細一點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Keystone的桌上型背景架 那他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高度大概是 全高68公分 那他在降低一點的時候 是38.5公分 那通常這種背景架的話 就是我們把它家裡桌上拍攝 可以帶出去使用 那在家裡棚內也可以做使用 拍攝物體大概就是他全高的 大概1 2分之1左右 然後也是寬度也是差不多 就是在中間的這個範圍 那這個背景值的部分的話 可以搭配我們有68公分 跟60公分的背景值 就是有6色 然後也有3色可以做選擇 那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拆下來的樣子 他就是有一個橫桿 中柱 中柱是兩截的 就是這邊可以再做延伸 然後他有附入兩個夾子 就是我們拿來加背景值的部分 還有下面的底板 那底板是就是做這種方式來打開的 等一下喔 那打開就是這樣子的形狀 他全開就是到這邊 那這個地方有要主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 他固定的螺絲是鎖在中柱的下面 然後我們打開的時候 稍等喔 這邊有一個突起來的地方 你會摸得到他有突起的質感 這邊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那我們在組裝的時候就是 就是要把它對準 我們可以先把螺絲鎖上去 然後就是先鎖一部分下去 稍等一下喔 那你螺絲鎖到差不多的位置 我們在旋轉上面的中柱 然後來找那個扣的 那個凹進去的地方 對到位置之後把它鎖緊 然後他就不會左右搖晃 啊如果你們今天沒有對到那個凹槽的話 他可能就是還是會多少有一點晃動 這樣子 那我們放在桌上就可以來調整 上面的高度 找到適當的高度之後 這邊中間有一個洞 這個旋鈕要把它旋開 啊因為也要注意一下 這邊有一個點片 就是以防你把這個 就是選下去的時候 可能會損傷 這樣 這邊靠上去之後 我們再把它繩緊 背景夾跟背景指 再夾上去就可以了 那他的範圍就是 他不會站 他站的空間不會很大 那所以你們今天在做使用的時候 就是受避形限制 就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那今天就是可以放在自己家裡面 桌上拍就是小商品 就是很方便的一個選擇 那再來就是收納部分 這一整套啊 他是三個東西 就是另外放的 他沒有給你附包包 所以我這邊是給大家看一個選擇 就是Jazzino的77公分的包包 就是他三個收進去的大小是剛剛好的 那還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嗎 那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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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謝時攝影器材的Oliver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個新燈 那這個是Kistone的 Kistone 60瓦的高亮度LED燈 那這個燈呢就是 呃 如大家所見 這一個燈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是非常輕薄的設計 這整個寬度不超過5公分 然後呢 他把所有的調整器分開來 到這個Panel上面去 所以他這個燈具上面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控制的東西 那這一個呢 他附一個袋子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助手 你有一個燈柱的話 基本上 是可以直接這樣子掛在身上 然後拿起來的 OK 他可以這樣掛在身上拿起來的 好 那另外 他這一個電池 其實在使用上呢 他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直接吃V掛電池 掛在後面這邊 另外 他也有附一個Adapter 就是變壓器 你可以使用變壓器在室內使用 或者是在戶外使用的時候 可以用他的V掛電池 那 呃 這是我們外觀看到的 那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開箱 拿到的時候 箱子是這個樣子 OK 那裡面呢 除了燈體之外 那 還有我剛才說的 控制器 電源線 裡面還會有兩個說明書 一個是遙控器的 然後一個是燈具的 那再來就是 這個 遙控器一個 然後會有變壓器 那變壓器 它會有附一條5公尺長的電源線 那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 同時 它也可以用DMX的 控制方法 所以如果你們今天架了很多的燈 你如果高調很多的燈的話 基本上它是有DMX可以控制的 那 假設你沒有DMX可以控制 也沒關係 因為我剛才有提到 它這個 燈具裡面呢 它有附一個遙控器 OK 它有附一個遙控器 那遙控器的 方法 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其實就是 先把 旁邊 把我這邊調好了 你們只要對好頻道 它有99個頻道 那它是用2.4G在控制的 所以 距離可以到50公尺那麼遠 那 基本上呢 我只要先把這個主機的電源打開 然後把這個電源打開 OK 平到對好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調整它的強度了 然後 它這個還有一個可以關掉的功能 OK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就是控制它的開關 你看我現在都不用碰它 我就直接打開跟關起來 OK 然後我可以調整色溫 假設我現在我要變成黃光 OK 或者是我要把它變白光 然後 我要調強弱 我都可以利用這個控制器來控制 OK 整個使用方法都會非常的容易跟上手 那 呃 在 這個燈 如果你買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附包包 所以 我們現場 也有一個這個 Aperture的這個包包 就是如果大家有收納的需求的話 那它也可以用這個包包來 當作收納 OK 那我們剛才有實際試裝過啦 大概因為你還要裝 你的控制器那些的 裝上去的話 大概可以裝兩組 它大概可以裝兩顆燈在這個裡面 所以 你如果 需要 外出啊 你這樣一戴 就可以解決你 攜帶的問題 OK 然後 再來這一個燈 它的 強度是 60瓦 好 它的強度是60瓦 然後 因為我們有測它的數據 但是我 沒有背下來 就讓我看一下 謝謝 謝謝 它的這個數據啊 就是 如果你是 三米側光 ISO在400的狀況下 然後 快門三十分之一 三米側光的時候 雙色而溫就是 4500K的時候 它的 光圈值是 F5.6加0.8 然後 只有白光的時候 也是 基本上這個燈最大的優點 就是說 它的光線非常的均勻 它的光線非常的均勻 所以 我們在測的時候 三米側光的時候 不管是 3200 5600 或者是 雙色而溫 都是 5.6加 0.8 OK 那 到了一公尺 側光的時候 就是 0.8加 0.6 的這個 亮度 OK 0.8加0.6的這個 亮度 這是 就是 F8 對 就是多一檔 哦 對不起 我說錯了 就F8 F8加0.6的那個亮度 對 然後呢 另外它還有一個 比較大的特色 就是說 以前的LED燈啊 它都會是 比較偏向是 中間亮 然後旁邊暗的 問題 那這一個燈的話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 呃 可能幫我照樣添花板 你會發現說 它的光線啊 非常的均勻 好 它的光線是非常均勻的 我們那時候在測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在測的時候 也有 也有發現就是 它的光線 欸 非常漂亮 就是非常的寬廣 好所以 你可以關掉 而且邊緣不會有那種奇怪的顏色 對 你說先關掉 沒有 調整那個亮度 看一下 好 好啦 直接用我這個控制器 調 那我 這是最強的 然後我把它調亮 調弱 對不起 好 最弱的時候 它是10%的狀態嘛 那 我現在把它調強 你會發現它的光 就是 跑得非常的均勻 然後因為它是 無段微調的 好 它是無段微調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它的那個在調整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 就是 有那種 很明顯 從暗到落 或是落到 牆的這個問題 因為有些燈它如果是 一段一段的 它就會 那種感覺 會 怪怪的 所以它這個不會閃 所以不會有分段的問題 對對對 因為它這個是無段微調 OK 然後呢 我們剛才在 好閃 我們剛才在講這一個 我們剛才在講這一個 控制器的時候啊 它 其實 整個設計都會 非常的簡單 因為 以前我們是要 一直按嘛 就一直用按鈕 去調整它的 強弱 或是調整它的色溫 那這一個 它就不需要了 尤其你們看它在這邊 它直接說 我現在是要 Channel 按下去它就是調Channel 再按一次 它是Deamer 那Deamer的狀況下 對不對 我可以直接在這邊 調整 強弱 它是用轉盤式的 它是用轉盤式的 OK 它是用轉盤式的 OK 然後再來 我要調Color 好 我只要在這邊 先選好 如果你今天沒有 用遙控器的話 你要直接選 它就是用轉盤式的 OK 所以操作上面 非常的容易簡單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於DMX這個部分 我們常見的DMX 通常都是那種 5PIN的接頭 OK 通常都是5PIN的接頭 但是 它在這個地方 它反而設計的是這種 Cable Cable線 好 所以它反而是設計這種 Cable線 讓你直接接進去 那個主控台裡面 OK 因為通常都是5PIN 轉3PIN 那它這個反而是 Cable線 轉3PIN的這個接頭 它那是網路線嗎 我們到時候 接頭是 但是還沒確定 它那個序號 對 它的接頭是 網路線的頭 沒錯 可是 我們在想 如果有三盞燈要串聯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用網路線 對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測試一下 因為 雖然頭是一樣 但裡面的接法 一不一樣 我們還要再做確認 對 OK 所以 這一個燈 它的 DMX 是這個頭 是這個頭 比較特別的 比較特別的頭 OK 所以就是 大家在使用上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對 好 那 基本上 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 那燈是幾瓦 60瓦 我剛剛有說了 60瓦的 LED燈 好 60瓦的LED燈 一般那個 LEDGO LEDGO 的那個 600 600顆的那個 是幾瓦 那個是45瓦 那個大概是45瓦左右 大小大很多 對 然後那一個 呃 因為以前的平板燈啊 就是需要做到很大 然後 但是瓦數又沒有那麼強 對 所以這一次我們特別進的這個 就是 如我一開始所說的 它是 目前 最薄的 最 最薄 但是 亮度 就是這個尺寸裡面 亮度又最大 60瓦 OK 好 所以 不管你在攜帶上面 使用上面 因為它有 無線 控制 它可以 使用DMX 都會非常方便 對 那 顏色值 我剛才忘記講顏色值 對 因為現在LED燈大家都要講顏色值 這一個顏色值 有到96 OK 顏色值有到96 所以 非常 或者色彩還原度非常的好 那 TLCI TLCI 也 蠻不錯 看一下 這個我們都有用那個 光譜儀來測 所以我們都有數據 呃 TLCI的話 對不對 我們很嚴格的測試 就是 它在黃光的時候 的確有到 3200K 然後 TLCI 有93.8 哇 OK 所以算是非常好的 那 在 呃 白光的部分呢 TLCI 提升了 95.8 好 有95.8 那顏色值都是96 對 那 它的 如果是白光的話 它算是寫5600 但我們用我們的光譜儀測出來 是5300 OK 但是其實也 在誤差範圍 在誤差範圍內 其實也還OK 對 那總之 它的白光跟黃光其實 色都還蠻準的 嗯 其實顏色都還蠻準的 所以還蠻不錯的 這個燈 對 對 那 它的價格是 9600塊 跟 其他牌子 那種 體積大 亮度 比較小的 其實價錢相較起來 又 非常的 CP值很高 對 9600而已 對 還不錯 那如果大家有 覺得有需求的話 可以來這邊試用看看 葉片可以拆 對 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我現在把它關起來 因為有點刺眼 我 它這個在拆葉片的時候啊 它有 設計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來 這個可能要靠近一點 就是在這個地方呢 它有一個這個 卡榫 它有一個這個卡榫 那 這個卡榫壓下去之後 對不對 第一個 它用抽的 對 它用抽的 它的葉片可以 整個拿出來 然後 螺光片 它其實 原本有附 它的標準 原本附的是這一塊 裡面還有附一個這個 霧 霧面的 超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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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很味光啊 或者是你的那個 受訪者 就是很不喜歡這種 亮的話 就可以用上面這一塊 霧白的 那 也可以 也可以兩塊都上去 對 也可以兩塊都上去 它這個概念啊 你們可以看到它這邊 其實是有那個 溝槽的對不對 然後 其實就是直接這樣子 卡上去 有點像是那個 拉門的那個 設計的概念 剛剛講的 概念有點跌跌而已 對 就是這樣子 它可以直接這樣子 把它卡進去 再把這個 勾出來 它就不會掉出來了 OK 它就不會掉出來 那 會特別講這件事情啊 是因為 我們 如果你不曉得 怎麼用的話 你會 欸 它到底怎麼打開 然後 其實只要 其實只要開一個就好了 好就是 因為它這兩邊都有嘛 看你是 方便要左邊出 還是右邊出 只要開一個就好 免得你在 拿的時候 讓它發生產距 就是 掉下來 OK 它這樣它就卡住了 安全性也會比較好 OK 所以它是這樣子 抽換式的 所以整個會非常的 啊 只是這個在裡面的時候 因為它會有這個擋片 它不讓你那麼容易掉出來 所以稍微撥一下 嗯 就可以抽出來了 OK 好 還有什麼問題 OK 喔對 然後 關於那個DMX啊 那個主控台 我們 店內也有 販售 對 所以如果大家 有DMX的 那種調光的需求的話 那在 店內在試這盞燈的時候 然後 同時也可以測試 DMX的主控台 嗯 對 好 那 線上的朋友有什麼問題 或想知道什麼 沒有 OK 那現場呢 沒有 好那我們今天就 報告結束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直接掛掉嗎 謝謝 謝謝 謝謝